其实幻想心血管疾病的成因有很多 当中肿胆固醇只是其中一种 其他的包括有没有糖尿 有没有血压 病人的种族 性别 年龄 吸烟习惯 肥胖 家族历史 够不够运动等等 再者 其实肿胆固醇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胆固醇 当中包括有保护我们心脏的高密度胆固醇 或者俗称的好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阻塞我们血管的低密度胆固醇 或者俗称的坏胆固醇 所以一个人如果就算肿胆固醇没问题 其实他也有机会患上心血管疾病 坊间有一些简单和比较便宜的身体检查 病人很多时候只是抽血验了他的肿胆固醇水平 其实这些一点都不全面 对于我们评估他心脏血管的风险是相当困难的 经常说的三高就是指糖尿病 血压高和高胆固醇 其实我们经常都跟病人说 糖尿血压胆固醇这三样东西在我们三四十岁之后 经常都会拖着走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出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年纪开始老化 血管本身都会因为年纪触样化了 弹性减少了令到里面的压力增高 而身体的新层代者也随着年纪减慢 对于胆固醇和糖分消化的能力就会比较差了 再加上我们的运动又少了 从而就会令到我们比较高风险去有这三个问题 但是随着香港的人均寿命增加 女士现在是说95岁 男士是说85岁 香港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长命的地方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说香港的医疗真是首一指 不过正因为我们可以将老人家照顾得很著名 但是我们暂时都还未可以令到他们 保持在一个很年轻的健康状况 我们会见得多了的心脏病 脑血管疾病这些情况 而现在最新的标准就是如果平常人 我们希望将他的坏胆固醇可以控制到 在两度六或者以下 如果再加上他们已经有糖尿 血压或者其他轻微的心血管疾病的时候 我们要求已经降低到1.4或者以下 再者如果他们已经试过有急性的心脏病 或者中风的情况 我们甚至会将阻塞血管的坏胆固醇 抑制到一度头的水平 要控制或者避免胆固醇过高 有很多种方法 最基本的当然是由食物造器 我们需要减少进食动物的内藏 肥腊和海鲜 做多些运动 定时抽血检查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要看医生 甚至用药物控制胆固醇的状况 至于药物方面 口服药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以及一些不太适合食药 或者食药、饮食都控制不到的病人 我们都可以定时帮他们注射一些 控制胆固醇的針药 最后我都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三高三高 三高其实是三样东西 除了胆固醇之外 血糖的水平和血压也不能忽视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一起食药控制好他们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